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大家好 我想你们都是要来考这个 是 铁路人员嘛 对不对 其中的一科叫做物料管理 有沒有考倉儲管理的 應該是物料 可能你們自己還不是很清楚 沒有關係 各位手上這一張 是我們這個物料跟倉儲管理 其實它是兩門課 但是因為可能會有 要考不同的科目名稱 所以它的內容大部分都蠻接近的 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 那基本上這是從歷年來的考題 我們先從考題來 因為各位除了這一科之外 還有其他的科目 所以我們大概是 而且大部分都在工作 所以我們花的時間最少的時間 有限的時間之內來準備這一科 因為你還有準備其他科 所以在這一科我們花的時間 是用最少的時間去抓到最準的重點 當然是從歷屆的考題先來看 對不對 那有時間的話我們再來看 再增強一些其他的重點內容 那這本是我從只有一部分 就是我們從歷年的考題來看 它大概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屬於要計算的部分 計算題會有一些簡單的數學的計算 那如果你要考特考的話 那不一樣它可能有一些計算是 可能整個黑板要寫完 那我想我今天不是今天我們講的重點 我們先講一般基本的這個考試 那比較簡單的這種計算題 我們這邊列出了大概前面有六個題目 那後面的部分呢 後面的部分我們 我大概列了十二個重點 那我們的上課方式跟內容講義 大概就是這個形式 就是會有歷屆考題的解析 那另外就是 在物料管理或是倉儲管理方面的幾個重點的內容 它會考這個問答題 檢答題 甚至深論題 那有的它會放在比如說選擇填充 甚至於四杯裡面 因為它每年的題型的狀況不同 那我們的準備方式呢 可能就是 重點是計算題要先會 因為這計算不是很難 大概就那幾個公司而已 那你出來馬上就會算 沒有時間再去推導了 再去試 那這個 像問答題的部分或是選擇題的部分呢 我們歸納了一些重點裡面 條列式的方式 然後順便教各位怎麼記憶 因為有時候一個重點裡面有六七個 那你要六七個都記得那麼牢嗎 可能不一定 比如說你問答題出來 比如說像第一個 第一頁這邊 這個物料的分類特性 那可能會考你這個 解釋名詞 你至少知道哪一個名詞是什麼意思 那也有可能這幾個字眼出現在選擇題裡面 請問你這個物料管理的 等等等等 是屬於它的哪一個特性 那它可能一二三四讓你勾出來 所以這個只要在我們讀過以後 然後我們能夠理解 什麼叫周延性 什麼叫護次性以後呢 我想大概這個看過一次以後 理解 然後做過題目 大概考題出來 你馬上就能夠知道答案是哪一個 那比較稍微要用一點心的大概是計算題 這個大概也不太成問題 那就是問答題比較麻煩 問答題它如果 而且通常題目可能會占到10分 甚至20分 比較多一點 那那個部分可能就各位要弄熟一點 比如說答案裡面你知道說 可能有八個 那我至少能夠打出四個五個六個 如果能夠全部答出來那當然更好 可能差一個多一個或是少一個或是錯一個 那也還好至少我能拿到八成的分數 那就是不必花太多的時間 但是呢我們要打得精準 那我想我就把這個立體 要跟我們上課的方式 我們就現在就開始進行一下 再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看一下這個第一題 各位講義上的第一題 像這種計算題它說 某個公司有四家分店 對不對 它說銷售相同的產品 它說去年的各店的銷售 銷貨成本跟平均存貨如下 所以這裡面關鍵字就是銷貨成本 跟平均存貨 那分店有加以秉丁有四家 銷貨成本數字告訴你 對不對 然後平均存貨也告訴你 那他說了 問了分店假的存貨周轉率是多少 那他問到了 對不對 我們解一個題目的話 先看什麼叫做存貨 存貨 存貨周轉率 存貨 它出現了一個名詞對不對 那存貨周轉率一定是用算的嘛 那他提供給你兩個東西 一個是銷貨成本 一個是平均存貨 那就是用這兩項的數據去算 到底是價錢乘出 對不對 那他真的在講義內容裡面當然會有公私 對不對 你就把這個銷貨的這個成本呢 去除以這個什麼 平均的存貨 銷貨成本 屬於平均的存貨 這個就是存貨周轉率的定義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問的是分店假對不對 那假呢 他是60萬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就把60萬怎麼樣 放在這個分子 各十百千萬 十萬 那他的這個 平均存貨 是8萬對不對 8萬個 各十百千萬 8萬個 小貨成本是 60萬 那 平均存貨 可能是8萬 那這樣子把它除下來的話 答案知道是7.5 對不對 這個我想除法各位都會除 那算出來這個7.5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我這些銷貨成本 這麼大的成本 對我平均存貨 是8萬對不對 如果底下這個數字 越大的話 他算出來這個 周轉率就會越小 那如果這個 平均存貨如果相對來講的話 越小的話 那他的周轉率就越大 那 這個是 第二題要問的 到底是周轉率大 比較好 還是小比較好 還是小比較好 但是第一題呢很簡單的 就直接除下來 就得到答案 所以第一個答案是7.5 沒有問題 但是第二題呢 各位看一下 乘上題 如果以存貨周轉率 作為評估這四家分店的 倉儲管理 的績效 對不對 要講叫效率啊 對不對 哪一家績效最佳 最好 對不對 那當然就要把這四家的這個什麼 這個存貨周轉率都算出來 對不對 那這四家一定有大中小 對不對 從大排到小 那你當然一定是選最大的 要不然就選最小的 只有這兩個 所以命中率至少二分之一 至少兩個中一個 好 那我們來算算看 如果說你用儲法 把這每一個 都把它儲出來 這個是 這個是 假對不對 假分店 好 那7.5 那以分店呢 一樣 我們就把每一個儲出來 這個是假的 然後以的分店呢 等於到 我們把它儲出來是 這個是 50萬 7萬 10萬 6萬 這個把它儲一儲對不對 丙呢 也是一樣 好 同樣的方法 這個是80萬 1萬除以10萬對不對 一個十百千萬 10萬 加1丙 丙 丙的話是 40萬 除以7萬 對 好 這個儲出來呢 分別是各位自己用假減法 儲一儲 所以儲出來 他說是8點 大概是8.33 丙呢 大概是8 這直接就知道是8 然後最後一個算出來是 5.71 好 那你看到包括到 這是假 7.5 然後呢 一個存貨周轉率是8.33 一個是8 一個是5.7 那他說選擇什麼 哪一家分店 績效最好 績效最好 這個最大 對不對 這個最大 這個最小 對不對 當然答案不是選椅 就是選釘 就是這兩個嘛 你不可能選中間 對不對 好那但是 到底是哪一個 那我們就來判斷一下 對不對 假設我們不懂 不熟沒關係 那請問一下周轉率 是轉的越多 越有效率 還是轉的越少 越有效率 對不對 這是轉8.33次 這個是轉5.71次 周轉 周轉 既然是周轉 我們要讓他轉的多 會比較好 還是轉的少 比較好 讓他轉的多比較好 這是基本的 這是一般的想法 對不對 或者是我們可以這樣想 這個東西大的咧 周轉率算出來大 表示他的什麼 相對分母 分母比較小 對不對 表示他的存貨比較小 存貨少 各位 一個公司存貨少 效率比較高還是 低 存貨少 績效就高 我倉俗都是存貨 貨賣不出去 所以OK 當然我們就選這個 對不對 所以第二題的答案 所以周轉率大的 所以這樣很簡單 是不是就可以判斷 對不對 如果東西都貨 都在倉庫 都存在倉庫裡面 都不出去 對不對 貨就是要出去 對不對 業務員就是要跑到外面去 業務員如果留在辦公室 那就完蛋了對不對 業務員一定要到外面 那貨也是一樣 盡量不要放在倉庫 能夠出去 所以我存貨越少的話 效率是越高 所以這是第二題 所以這些都蠻簡單的 但是我們只要知道一個 理解的方法 那你在算的時候 你就知道是哪個處於哪一個 去算 但是我們要猜的話 也要知道 一定是猜的 以或釘 不能猜到其他的 好不好 這是第二題 第三題 我們看一下 第三題是另外一種 形式的計算體 他說某一個零件 以外購的方式取得 就跟外面買的意思 他說如果 該零件每天的需求 相當於平均 相當平均 而且一年呢 一年需求兩萬四千個 然後每一次訂購的成本 你每一次去訂貨 你當這個採購對不對 你每次去訂貨的時候呢 要一百塊錢 那兩次就兩百塊 那看你一年當中訂幾次 對不對 好 那每個零件呢 它的持有成本 是每一年三十塊 也就是說呢 當你每一個零件買來以後呢 放在這個倉庫裡面 對不對 倉庫裡面你要有地方讓它放 放在那邊要花錢了對不對 你要用到你的這個倉庫的租金 好 平均一個呢 放一個零件在倉庫裡面呢 每一年要花三十塊 那按照比例半年就十五塊 兩個一年就六十塊 那前面的這個 訂購成本一樣 我訂一次貨 我是訂一個也是一百塊 訂一百個也是一百塊 不管怎麼樣 反正我訂一次貨 對不對 訂一次貨我是不是需要下訂單 對不對 發函給對方 反正我的成本要花大概一百塊 好 那他說一年工作的時間呢 一年的工作天是240天 他一年有放假扣掉後 365天剩下240天 那在最經濟的訂購考慮之下 每次應該訂購多少個 他就考你最經濟的訂購量 好 那這個考慮出來的話 你這公司一定要會 我們沒有辦法用推理的 當然這公司他可以 可以把這個公司推出來 但是呢我還是建議各位呢 你就直接把它背下來 因為他不會考你整個推論的過程 所以呢最經濟的訂購量 我們有個公司 EOQ對不對 Economical對不對 這是經濟的簡稱 那是order對不對 最經濟的order訂購 最經濟的訂購 quantity量 那不知道 反正就EOU 反正就是最經濟訂購量 那你要把公司記下來 它是等於什麼 根號 有沒有 它是2D 什麼 2DS 對不對 除以H 好 有一個根號 所以你這個算數要會開根號 然後呢這兩倍 對不對 那D S H 我們就要帶進去對不對 帶進去然後去開根號去算一算 答案就跳出來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D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還要知道S是什麼東西 還要知道H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至少你要知道這三個是什麼東西 從題目裡面找出來 對不對 題目裡面一定會給你的 那D呢 它的這個 每年的這個需要量 每年 Demand 需求 就每年的需求量 每年需要多少個 這個意思 就每年需求量 個數對不對 那S呢 S是每次的 訂購成本 有了 剛剛有看到對不對 好 剛剛有看到每次的訂購成本 100塊對不對 印象當中題目念過去就有印象對不對 好那H是什麼呢 H是什麼 每單位儲存成本 對不對 每單位 每單位就是每個 有時候它用的字言 你要知道 每單位就是每一個東西 就每一個存貨 每單位 它的這個儲存成本 儲存成本 好 它是以年來記的 每一年 每單位的儲存成本 就是每一年 一個的儲存成本 前面題目裡面有提到對不對 他有提到一個30塊錢有沒有 每個零件的持有成本 30塊 所以就找到至少 你從題目上看一看 你如果知道這個定義的話 馬上就抓到兩個對不對 每次訂購成本 對不對 這邊抓到100 對不對100塊 每單位的儲存成本 每一年30塊 有沒有 找到30 是不是 好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一個就是 每年的需求量 題目也有 對不對 他說 每一年對不對 一年需求2萬4千個 喔 所以顯然這個人是 2萬4 那通通都帶進去 三個都找到 對不對 所以你就去計算 計算 直接數字帶進去 再進去的話 2 乘上 2萬4 對不對 還要再乘上 這個S S4每次訂購成本 100塊 存下去 對不對 底下分母放什麼 儲存成本 30塊 好 放進去 好 那你就把它儲一儲 對不對 那這個先什麼 先消掉對不對 這裡面先算 先用24 對不對 先幹掉一個0對不對 24除以3對不對 就剩下8對不對 上面剩下8 這邊還有兩個蛋 對不對 2 8 16 16還有4個0 對不對 16還有4個0 所以就是根號 16 1 2 3 4 開根號 開根號怎麼開 這個0的數字變一半 對不對 100開根號是多少 10嗎 1 2 3 4 1萬開根號是多少 100 對不對 那它這有四個 四個蛋對不對 開根號出來就剩一半 所以等於到兩個0對不對 好 這個部分開出來就兩個0 16開出來 就是誰的平方等於16 對不對 哪個數字乘兩次等於16 那很簡單 就自己算嗎 4 4 16 那就400 那經濟訂購量的答案 就是400 就這樣算出來 當然這個題目可能有在選擇裡面 但是我覺得給你選擇也沒有意義 對不對 比如說它給你 第一個答案300個 400個 500個 600個 然後叫你去選 那跟問答題有什麼差別 你猜也不曉得哪一個比較像 那你一定要會算 一定要先算出來 所以我們就把它當作 這個計算題來算 因為它有時候這個題目會放在 問答題裡面 或是計算題裡面 所以你就乾脆把它公司背下來 然後 帶進去的每一個變數記下來 然後一些簡單的數學運算 你要會算 算得正確 開根號不要開錯 通常它都會算出 都會給你整數 不會給你那個 小數點 或是說要用其他方法去開的 這個是 第三題 第三題 所以每次要訂購怎麼樣 400個 如果每次訂購400個的話 你的平均的 每一個的訂貨成本會最低 對不對 為什麼要用400 為什麼不500 480 360 你如果比這個多或少 平均每訂一個 它的成本都會增加 也就是這個時候 你的訂貨成本是最少的 平均每一個 訂貨成本是最低的 這個是第三題 第四題我們看一下 第四題你看 這個都是類似的題目 所以它這種題型 考了好幾年 所以這種題型一定要會 第四題就是說 它說公司每一年消耗物件 一萬六千件 他說每年需要消耗 跟每年需求是一樣的意思 對不對 然後單價一個多少錢 80塊 對不對 每次訂購的成本40塊 你看到這些你就知道說 大概在算什麼 對不對 單位儲存成本 為物料單價的10% 它不跟你講直接多少錢 對不對 上一題他說是30塊 這一題說是 這個 物料單價的10% 那單價是80塊 對不對 那你就會算一算 80塊的10% 就是80塊的1分之1 就是8塊 這個簡單的計算 它只是把這個 變一下 要你去算出來 這個持有成本 對不對 則該物料的經濟訂購量 一樣 同樣的公式再算一遍 所以這種題目 你大概做個兩三題 三四題 那這個理解了以後 考前再去做一題就夠了 對不對 你前面大概做個兩題試試看 因為它會用不同的形式 來給你條件 但是講的公式都是同一個 你要稍微做一些小的計算 才能帶入它的這個公式裡面 然後考前的時候你如果怕忘記 再抓一題出來做一下 就OK了 你不要一開始猛做 立屑高 或是做個二三十題沒有意義 大概兩三題就熟了 或是說隔一段時間再做一下 這個是第四我們看一下 一樣它還是求經濟訂購量 一樣這個公式 對不對 一樣的根號 對不對 2DS除以H SH可能是Holding 對不對 持有的成本 好 等於什麼 來 根號 分子 這二兆超 好 第一是什麼 我再回憶一下 每年的需求量 他說 這裡他講 每年要消耗一萬六千件幾個 那就把它填下去 乘上 16000 對不對 再乘上 S是每一次訂購的成本 對不對 他這裡說每一次訂購 都要請第四題 每次訂購成本40塊 那就乘上40囉 好 底下 持有成本 對不對 每單位儲存成本 每年每單位每一個的儲存成本 他這裡說 單位 有沒有 單位儲存成本 為物料單價的10% 單價是80 那就是80的10% 對不對 80乘上10% 好 那這個就去算了 那這個就簡單了 對不對 剩下就是數學的問題 公示出來 每一項帶入 剩下解數學 那數學80乘10% 就剩下8了 所以這段就不見了 對不對 那你要除以8先除下來 對不對 16除以8 16除以8等於2 對不對 這就剩下的 這底下沒有 這上面剩下2 好 那這個是 一樣 一個蛋 兩個蛋 三個蛋 四個蛋 對不對 我們說四個蛋的話 開出來剩兩個蛋 對不對 或是2乘2乘4 那2乘2就4 4乘4 一樣對不對 是不是 你如果又把它乘回來的話 2乘2乘4 後面是 1 1 2 3 4 這個東西開出來是 兩個蛋 好 那一樣 前面剩下的 4乘4 對不對 4乘4開根號 就是4 所以雙子還是400個 你看 所以它連答案都一樣 好 這個 可能是 這個初題老師 他懶得去編數字 就把它編一下 這個 單位持有成本這裡而已 所以這個編一下也沒有什麼 好 一樣 那接下來第五題 他說如果 年需求為 12500 一樣 又來了 靈活成本100 這就很熟了 每年度的保管成本 為1元 好 但是這一題是要計算 EOQ 對不對 經濟訂購量你一定會 對不對 因為這三個數字就直接帶進去 只是數學 可是它又叫你算一個總成本 所以這一題就不一樣 這一題是在 計算體裡面 所以前面那個會算了以後 我們再進一步 再去算什麼 總成本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前面的一樣公式 算出來 也是一樣的公式 對不對 EOQ的公式是等於 根號 2DS除以H 好 等於 根號 直接帶進去 對不對 兩倍的1250乘上 訂購成本對不對 後面你越熟就越快 訂購成本100 底下是多少 1 所以乘100 底下是1 好 除一除 上面 2乘上125 是不是 250 對不對 250還有三個蛋 對不對 250還有123 還有三個零 再補三個零 總共也是四個零 你看 連零的數字都一樣 所以開出來是兩個零 對不對 25誰的平方 5 所以這一題是500 好 這一題是最經濟的訂購量 算算數500 但是呢 人家不是要你 不是只問你這個東西 還要問你這個 總成本 對不對 好 那總成本 有兩個部分 一個我們前面裡面 題目裡面有看到 所謂的訂貨成本 對不對 訂貨一次100塊 我知道它有成本 那另外還有什麼成本呢 還有這個 東西的成本 對不對 材料的成本 所以呢 我花的成本呢 除了這個 訂貨 我需要人力 需要花時間 需要花成本之外 我那個貨的 本身的那個東西 也是有成本 也要花錢 所以我們就把它分成兩部分 所以 總成本呢 就必須包含 訂貨成本 跟這個物料的成本 所以在 總成本 這是新的 對不對 總成本 這個也是新的公司 總成本 它要等於什麼 採購成本 對不對 採購 你買嘛 對不對 你買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一個多少錢啊 總共多少割啊 對不對 那就算一算 對不對 就算帳而已嘛 好 那再加上什麼 這個 庫存的持有成本 因為你東西買來 不是只有 買來這個成本 你買來還有地方給它放 對不對 放在那邊 持有成本 好 那 總成本呢 我們來看 它也是有公式 那一樣 那這個公式呢 我們看起來會比較複雜一點 好 沒有關係 我們看它是什麼 D 除以Q 然後乘上什麼 C2加上什麼 C1 乘上Q 除以2 好 各位看這個公式好像很複雜 所以我們待會用理解 我們先把它抄起來 C1 乘上Q 除以2 好 所以前面這項是採購成本 後面這項呢 是持有成本 採購成本 兩個成本 好 這個是D 好 一樣囉 這個D是什麼意思 年需求量 對不對 D啊 每一年的需求量 每一年的需求量 在這一題裡面是 多少 11250 對不對 一年我要這麼多嘛 每一年要這麼多個 好 這D前面的 好 這個Q呢 是這個 就是這個 前面的EOQ 經濟採購量 所以這個Q呢 這個就是 前面求出來的那個答案 這個 經濟採購量 看 看不到的 那我寫下面 抱歉 採購成本 這一起的 好 那這個Q呢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經濟訂購量 最經濟的訂購量 好 那再乘上這個C2 C2是什麼東西呢 C2是每次訂貨的訂貨成本 好 那你看到這個是 訂貨成本 每次 每一次訂貨的成本 好 那我們這個Q把它放進去 因為我們前面答案已經算出來 所以這一題的話 你前面這個答案必須要算對 不然你帶到這裡面來 第二個答案就錯了 OK 所以要注意 這連續了 那當然啦 看改題老師 如果說你前面算錯 然後你會帶 可能 有可能後面會給你分數 因為是計算題 你方法會 但盡量把它算對 所以這裡呢 你把它丟過來 放到底下 就是500 也就是說你 總共一年要訂1250個 但是你一次最經濟是訂500個 所以你一年要總共訂幾次 就除下來 對不對 如果是一年要訂1000個 那我一次訂500個最經濟 那我當然訂500個 訂完以後怎麼樣 過一段時間我再訂500個 再訂1000個 講嘴 你不要一次訂1000個 因為訂1000一次 訂1000個的話 可能平均單價會比較高 好 平均成本 那一年要這麼多個 那除出來 2.5次 對不對 小數點不管它 那這個算出來是2.5次 那一次呢 每一次訂購成本是 100對不對 題目裡面有給 對不對 訂購成本100 所以我要訂到一年的量 我一年當中平均訂2.5次 那2.5次就2.5乘上100 好 前面就可以算出來 對不對 這250就算出來了 好 那 那我們再來加上什麼 後面的持有成本 好 持有成本是什麼意思 一樣 這邊有個Q 一樣 對不對 總共怎麼樣 這個是最經濟的訂購量 對不對 每一次我訂購進來是多少 500個 對不對 這個就是EOQ 前面的嘛 經濟訂購量 那前面這個C1的代表是什麼意思 是指它的這個持有成本 還有另外一個成本對不對 持有成本 就是那個1塊錢 對不對 一年就需要1塊錢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持 持有成本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1塊錢 對不對 好 那身上500個 因為怎麼樣 我們每一次訂個500個進來 那這500個 如果放在那邊的話 持有的話 那就要500塊的持有成本 對不對 好 但是這個持有成本 並不是這500個怎麼樣 一直放在那邊 從頭放到尾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怎麼樣 500個進來 好 然後呢 一個一個出去 我這次可能用掉490個 下次又用掉一些 剩下200個 最後到0個 0個的時候 我是不是又 假設又訂進來一次 又訂了一次500個 對不對 好 慢慢又減少 然後450個到0 所以我平均放在這個倉庫裡面 不是500個 對不對 有時候是0個 有時候是500個 那從0到500 我們就平均是多少 平均是250個 對不對 一半 一半會停留在我倉庫裡面 我倉庫裡面 可能慢慢慢慢慢慢 會出貨 好 那出去以後 我就平均 所以我這個持有成本 是要除以2的 所以這個除以2的原因 是在這裡 就是平均的 留在倉庫裡面的 這個時間 就假設一半 對不對 不是全部都在裡面的 對不對 然後再全部出去 出去以後 我下一次又訂一次 又訂500個進來 不是 500個進來 可能不是一次交貨出去 可能是一次交十個 對不對 下個禮拜又交了50個 那不曉得嘛 那我們就大概平均 就除以2 就是這樣算出來了 所以這就算出來了 250加上 這個也是250 對不對 那就500塊 答案也是500 跟那個一樣 出了一樣 可能改題目 改不改 分數比較好改吧 反正都是500 這個是第五題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多學到一個 總成本的觀念 就是你那個東西的成本 還有你的持有成本 這是你的總成本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 第六題 第六題它用另外一種方式問你 就是說 他說 有一家公司呢 它 自己 自己買 對外面買 對不對 一個是 外購 他說有個物料呢 自己做 他自己做也可以 然後呢 跟外面買也可以 有些東西你可以自己做 因為你公司有自己做 那 當然有時候自己做 來不及啊 那就跟外面 跟外面買比較快 對不對 那你要算算看 跟外面買 成本划的來划不來 好 這是第六題 我們看 他說決定 決定物料自製 或者是外購 對不對 的經濟因素 跟非經濟因素 有哪些 那第一個先問你 要背的東西 對不對 什麼叫經濟因素 什麼叫非經濟因素 這第一個要問的 那你要能夠背得出來 對不對 那至於我們怎麼樣 能夠背得出來 我們上課當然會講 對不對 你要先熟悉 那如果你沒看過的話 你就猜 那你要猜 你要至少知道 什麼是屬於經濟的因素 什麼是屬於非經濟的因素 對不對 經濟的因素 就是跟經濟相關的 那有一些跟經濟無關 那什麼叫經濟 就跟商業啊 買賣啊 錢啊 成本啊 這些就叫經濟因素 那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說假設某公司呢 以經濟因素 來作為物料自製 或外購的決策 他只管經濟因素 那些非經濟因素 他不管 就是從會計啊 成本啊 數字啊 這個上面 來去考量 他說每個月的物料需求 又來了你看 這是每個月喔 之前我們學的是每年 這是每個月 那如果外購 每次訂購成本 500塊 又來對不對 訂購一次500 每一個價格 都是含運費 對不對 不用算了 運費不用算了 反正你就訂一個 這個價格就是10塊 然後如果自己做呢 每個月的固定成本 你自己做總要有一些 生產設備嘛 對不對 你如果買的話 就直接乘上單價 對不對 再加上訂購成本 那你如果自己做的話呢 你是不是要有生產器具 有沒有這些折舊啊 什麼 哈不浪浪的 加一加 他說是7000塊 每個月喔 每個月平均分攤到的固定成本 7000塊 那每一件的變動成本 就是所謂的變動成本 然後直接材料啊 人工啊 製造成本 就是你生產一個東西出來 9塊錢 生產兩個 就2乘9 18塊 對不對 看你做幾個 好 他說呢 是決定該物料自製或外購為宜 好 那這有兩個部分 對不對 好 前面那個背的部分 我們先放一邊 我們先把這個後面 計算的部分先抓出來 好 第一個 那我們就要來算它的外購 或者是自製 好 先把外購 這跟外賣買啦 那就跟訂購一樣嘛 就跟我們前面的訂購一樣 就是把東西買進來 花錢就把它買進來就好 好 這個訂購成本呢 我一年需要外購成本 來比較 看哪一個成本低嘛 對不對 一個是外購 一個是自製 因為不考慮其他什麼產品特性啊 什麼東西的 對不對 反正就是經濟考量 那就是用數字算出來 成本 這兩個選低的 對不對 你要去把它算出來 那外面買 總共要買幾個 起碼買五千個 對不對 所以這也不用去背什麼公司 反正呢 你外面買五千個 對不對 每一個多少錢 每一個他說十塊錢 那你就乘以十嘛 對不對 那我花錢買就是這麼多錢嘛 但是我買這一次呢 還有個訂購成本 對不對 我下訂單 請一個人工去處理 訂購一次 五百塊 對不對 那就再加五百 因為我就一次訂購 對不對 就五百 所以這題沒有要你去算什麼 最近經濟訂購量 對不對 沒有啊 沒有什麼持有成本 沒辦法算 公司沒辦法帶了 對不對 就直接看 對不對 這麼多個一個十塊 所以這乘出來是 五萬零五百 對不對 五零 五零 零 這個是 直接跟外面買 那這個你如果要自己生產 這麼多個對不對 應付 這一個月 應該是一個月 一個月的需求 我們時間點要算一樣 我想他大概 不太會說 一個給你月 一個給你年 然後去讓你混淆 大概都會對應一樣 所以一樣 自製的成本 他說 你要來製造這五千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需要多少 他說七千塊 不是你要自己做嗎 對不對 你要買機器設備 人工等等 固定的你就要有 養這些工人在那邊 一個月反正就是七千塊 那七千塊 他說每一件的變動成本 是九塊 生產一個九塊 那我就加了 我要做 我要做出來的材料 對不對 每一個九塊 總共我要做五千個 一個 九塊錢便宜一塊錢 對不對 一定比較便宜 我自己做 一定跟他買 不要賺 對不對 那還有沒有什麼成本 沒有 他沒有講什麼持有成本 沒有啊 那裡面沒有沒有 就這樣算就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大概估算就好了 因為給你的數字都用到了 你看 題目給你的數字 五千用到了 五百也用到了 十塊也用到了 七千也用到了 九塊也用到了 其他人就不用考慮了 對不對 反正題目給我條件 其他沒有給你的條件 就不用算 所以這個叫做 五九四萬五 四萬五加七千 就叫做五萬二 好 那一比較就知道 這個要花比較多的錢 對不對 這個比較多了一千五 所以當然就選這個 這個比較小 對不對 先比較便宜的嘛 成本 所以這一題 只考慮經濟因素 就是只考慮成本的意思 所以成本就是經濟因素 所以選擇外購這一題 就數字的部分 你已經把它算出來了 對不對 選擇比較便宜的方式 不考慮其他因素 因為你如果再考慮其他因素的話 搞不好 外面買的比較差 對不對 它沒有品管 對不對 那萬一你交貨給人家的話 裡面出問題 對不對 雖然比較便宜 對不對 得不償失 對不對 我們不考慮那個問題 只考慮價錢 只要便宜就好 好 那這一題 現在計算題 我們列了幾個題目以後 讓大家大概知道一下 這裡面的這個計算 大概在算些什麼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水準 也不會太多類 大概把這幾類 弄一弄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 回到它的第一個問題 對不對 第一個問題 它這裡有講到所謂的 它問你什麼叫做經濟因素 對不對 跟非經濟因素 好 那 這個東西就要背囉 就是說 決定物價自治 或者是 外購 它的經濟因素有哪些 對不對 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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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是非經濟因素 對不對 非經濟因素 寫這邊一點 一樣 一個是經濟一個是非經濟 那什麼跟什麼有經濟因素 比如說 第一個 我們看是吧 直接的 什麼東西 原料成本 對不對 你總要用原料 對不對 除了原料 要有物料 還有人去做對不對 直接的什麼東西 直接的人工成本 對不對 人工 第二個 人工 還有什麼東西 製造費用 對不對 製造要花電費 什麼東西的 水電等等 對不對 製造費用 這個廠租 對不對 空調 一大堆 第四個 再來還有所謂的 採購的這個什麼 金額 採購的金額 有採購 對不對 採購 你所需要採購的這個 這個成本 這個是 原料 這是採購 採購不講採購 是一個老物 對不對 還有其他的成本 當然你可以 你如果知道的話 你還可以再列 對不對 什麼什麼 其他 其他你就 對 你大概列幾個差不多了 那你能夠知道 其他不知道 就把歸類來其他 這邊 會有舉例的一些什麼東西 什麼關稅 那這就是要外銷才有 對不對 進口 對不對 進口才有 進口跟外銷 進出口才會有關稅的問題 還有什麼運費 這個也跑不掉 這是舉例 那當然還有其他 你知道多少 你就寫多少 沒有把握就不要寫 至少寫出個四五個來 至少 大概知道 對不對 這個是屬於這個 經濟的因素 你看都跟錢有關 這都要花錢的 都要花錢 那非經濟因素 咧 什麼叫非經濟因素 非經濟因素 就是什麼 公司裡面的這個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 他說裡面的這個 什麼 設備 對不對 還有人才 還有什麼 還有能力 這種東西 能力 對不對 你請的人到底是不是 對不對 有沒有這樣的技術 對不對 你同樣已經花錢 請他來每個月薪水給他 他到底做得好不好 一分鐘做幾個 對不對 這跟他的能力有關 對不對 還有他的經驗 然後 適合此產品的生產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些 適合 產品的生產 程度 你選擇機器到底選擇好不好 對不對 適不適合 效率怎麼樣 反正錢都已經花下去了 固定花下去了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 他說 比如說還有什麼 可利用的什麼 可利用的 公司的閒置 閒置資產 閒置資產 你有沒有浪費一些這個 這個物料啊 還是這個 就是你的管理 內部的管理 有沒有一些閒置資產 有些機器是不是 沒有用啊 比如說我們每次 工人只能操作五台機器 結果你買了十台 每次五台都用的時候 另外有閒置在那邊 等等 這些都算是 非經濟的因素 還有供應商提貨的品質 有沒有 不符合什麼需要 供應商 供應商提供 物料 的品質 那你自己要檢驗了 對不對 你如果不檢驗的話 你就不見得能夠用 對不對 甚至還有良率 退貨的問題 等等 第四個 它這裡比如說 產品收到什麼 有沒有專利權的保護 好 像這些東西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 一長串 對不對 很多字很多字 你都說考試 你怎麼背 你總不能一字不都 把它背下來 好 這個 這跟專利權有關係 對不對 專利權 你記到關鍵字以後 你後面再去敘述 這個又是什麼 專利權的保護 對不對 可能人家有專利 你沒辦法自己去製造 要注意 不能 你侵犯到人家的話 會被什麼 被人家告 告了要罰錢 專利權的保護 所以無法自製 第五個 比如說這裡還有什麼 產品有它的什麼 商業機密 對不對 商業機密 商業機密怕它外洩 怕商業機密怎麼樣 外洩 所以我自己做 即使自製成本是5萬2比較高 你交給別人做 比較便宜 對不對 這不是經濟的因素 對不對 我們剛剛經濟是找便宜的 我寧可自己說 萬一這個東西交給人家 做人家知道裡面機密 就仿造 對不對 是不是會影響 商業機密 怕外洩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對不對 好 再來 第六個 比如說 供貨的穩定性 也就是供應商供貨的穩定性 好啦 我現在人家跟我下單 我需要原料 結果我的供應商 我本來要外購 你看本來是要外購 結果他說不行 我只能供應你一半 那完了 那我另外一半去找誰要 要不就要更貴的地方去跟人家買 所以我必須要供貨穩定的話 我可能是 選擇我的供應商 對不對 選擇供應商 我不一定選擇最便宜的 我選擇分散好幾個 當然這是屬於管理的問題 甚至於可以說 我就乾脆一部分自製 一部分外購 都有可能 像這是什麼 泰國硬碟 泰國淹水 整個硬碟就長起來 對不對 供應商來不及 那去年人家跟我下單 那我要交貨 硬碟我交貨怎麼辦 買不到 全球都買不到 你花更多的錢都買不到 那你可能要違約 要賠人家 對不對 這是供貨穩定性 這也是屬於這個 非經濟的因素 那當然最後 我們通常答案寫到最後 你寫不下去的 沒有的 寫個其他 那其他 你想到就把它寫在裡面 對不對 我們的講義裡面 會提供 各位一些方向 比如說 什麼採購的政策 我們可能要跟某個 某個 某個供應商 維持一定的關係 你到時候怎麼樣 要貨的時候他會優先給你 對 那你如果沒有跟他 維持關係的話也不行 所以你也不能完全自製 所以這個是在他採購政策上的考量 還有什麼 環保政策 對不對 環保的要求 對不對 你這家公司的企業形象 是不是有這個 訂貨 這個你的這個買主的要求等等 你要考慮到環保的因素 對不對 還有這個供應商的關係 這是供應商的關係 這是剛剛提到的 好 好 這些就是其他你能夠想到的 所以 我們上課的時候會這樣子 但是呢 這麼多 你為了答這一題 你要被七個 那問答題可能出個三四題 那你要去抓 我怎麼樣抓到這三四題 然後被一大堆 那當然我們就盡量簡化 對不對 一個我們記的時候呢 很可能就是什麼 適合生產產品 對不對 適合產品生產的程度 就記得這個關鍵字 第二個呢 就是閒置的資產 對不對 好 第三個是什麼 這個品質 什麼的品質 物料的品質 對不對 那當然是什麼 專利權 對專利 兩個字就可以了 商業機密 你可能記機密就可以了 那什麼 供貨的穩定性 那繼續穩定就可以了 對不對 其他什麼 採購的政策 環保 供應商的關係 你可能記這幾個觀念字 你到時候考出來 你還有點印象 憑這個印象 喔 專利 所以有時候會專利權 怕侵犯到別人 你再去敘述 對不對 至少你重點提到 或者是 這個 你想到這個 這個 適合產品生產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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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設備 不是機器就是人嘛 人的話 就牽扯到他的能力 對不對 還有他的經驗 就衍生出再去記憶這些 對不對 萬一你這些忘記 你至少還寫到了一個 對不對 寫到一個項目 就是一個概括的項目 大概用這樣子去記 那如果說你真的熟了到最後 我如果每個答案都要硬要記下來 那你可能 每個答案只能挑一個字去記 這是記憶的方法 因為到最後 我不可能還有那麼多時間 再去背 你可能就利用裡面的一個關鍵字 那個等到我們上課如果說 上的內容比較熟的時候 我再教各位怎麼樣一個字 關鍵字你把它變成 比如說這裡有七項 那就七個字 就七言絕句裡面的一句 那就是背那一句 然後你再留在一個字 衍生成三個關鍵字 這三個關鍵字也變成一句話 你就可以一條一條打出來 對不對 最困難就是打這個東西 問答題 計算題我想大概也OK了 問答題就是簡答題 對不對 你能夠去除出來也OK了 問答題最討厭 有個七項八項的 對不對 每一個主題都有七項八項 必須你看 我們看一下後面的 你看 物料分類的特性 有六項 這個還好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這個算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那我們就用理解 這個不用每個都背 對不對 他可能考你其中一個 好物料在分類的時候 什麼叫做周延性 周延就是什麼 周到 對不對 延就是很完整的意思 很周延 做事很周延 那就是每個物料都可以什麼 歸納 所有都可以都包含所有的 不管你是什麼物料 飛機零件大炮什麼都一樣 反正都絕對可以歸類 沒有什麼不能歸類 互刺性 互刺就是互相排斥 對不對 器官排斥 屬於我身體的 跟不屬於我身體的 竟然當然會排斥 對不對 這叫互刺 互相排斥 所以任何一個物料 只能歸為一類 金屬類就金屬類 或是什麼 每年常用的 或是什麼 你歸著這一類 就不能歸到那一類 雖然它符合 兩類以上的類別 但是你還是只能歸到一類 就是每一個都要一個屬性 這樣子你才歸得進去 第二個一致性 對不對 你的標準 分類標準要一致 你不能 這個東西居然分到這裡 同樣一個類型的東西 結果分到另外一組去 這叫一致性 階層性 一定要有系統 層次分明 大項 中項 小項 還是什麼 一年用的 一個月用的 常用的 或是什麼 按照成本來的 它有層次性 實用性 有沒有 要配合企業的什麼 實際的需求 你不要光編一些那個 什麼廠房裡面的東西 可能好幾年才壞掉才換一次 對不對 那些東西我們可能就 比較什麼 比較簡單的去編 然後把它歸在同一類 第六 彈性 而且 什麼叫彈性呢 就是說 我現在的編法 分類的方法 可能分成 200類 好 可是當我企業 變大的時候 我的生產線什麼東西變多了 對不對 員工也變多了 那我要變成500類 怎麼辦 所以你要保持一個彈性 所以新來的物料呢 新產品呢 就可以再編進來 這是每一個 這個是考過的這個 這個 簡答題的部分 那我們再看看 物料分類 它還有所謂的ABC的分類標準 這個有計算題 只是說我們今天 我沒有整理出來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說你怎麼樣 去把一堆物料 像這種是屬於 比較屬於特考 就是 可能你的計算出來以後 要寫個 寫個一整 半頁吧 A4大概寫個半頁左右 所以我們沒有在這裡提 就是說 它是 我們把方法列出來 就是收集物料的名稱 跟代碼 這第一個步驟 有一大堆的時候 它考試可能會給你一大堆物料 然後給你一大堆代碼 好 那你自己就開始做一個分類 怎麼分類 對不對 它叫你實作 然後它說 收集物料的名稱 跟代碼 還有單價 以及什麼 年度的使用的數量 有沒有 根據這些來分類 第二個 它在計算每一個物料 所使用的金額 對不對 就是單價乘上數量 有沒有 一個多少錢 總共用幾個 所以它一年用了多少錢 對不對 我們最後重要性是看錢 所以我們在分類的時候 可能 總金額最大的最重要 這叫ABC 所謂ABC分類就是 A是最重要的 B是第二重要的 C是第三重要的 就按照重要的程度 那重要的標準是什麼 很可能就是金額 對不對 好 第三 它說根據什麼 物料的年度使用金額 按照大小順序排出來 有沒有 最大的排在最前面 這個排序 排序好以後 再來計算什麼 累積使用金額 以及什麼 所佔的百分比 那這個在立體裡面會有 那我們不在這裡贅述 就是因為這個方法 比較稍微複雜一點 我們在真正上課的時候 花多一點時間來演練 那底下呢 也會這樣子問你 比如說 它的這個英文字母的暗示法 所以它是用什麼方法來編的 就是用暗示的 所以各位都知道 對不對 我們想說PC 就是個人電腦 對不對 就用英文字母的第一個字 個人電腦 對不對 當然比如說這個IC 常常看到什麼IC 對不對 這比較常見 其他的什麼SWST 這可能搞不好不常見 對不對 那它這裡就會有對照的英文字 通常都是取它的 英文字的第一個字母 然後把它連起來 當作縮寫 那它有對照的這個中文的意義 所以呢 它的編法呢 是有它的方法的 那另外呢 再把它的這個金額什麼東西 計算出來 這個是 如果考題的話 會這樣子考 這個是比較複雜的考題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再來說明 那底下像我們定的這個 我們抓出來這個重點 大概就像這樣子 比如說 第二點 這個價值分析 裡面有哪些名詞 你一定要知道 價值分析跟價值工程 對不對 常出現的會搞混 對不對 選擇題到問你 對不對 可能答案裡面有 A 價值分析B 價值工程C 什麼什麼 D什麼什麼 好啦 那你這兩個搞不清楚 你就不一定會猜中 你就只有一半的機率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一下 裡面會有哪一些關鍵字 出現的字眼 那你要知道它的什麼意思 這樣你答題的時候 比較容易答 要猜也比較容易猜 好 比如說 這個重點我們來看 價值分析它的英文 如果英文你能夠熟悉 那最好 因為有時候它 考題會附助英文給你 因為有時候是翻譯的名稱 這個答案的標準的問題 所以它會附助給你 像value analysis對不對 簡稱VA 有沒有 你看這個也是暗示法 這個叫做VA法 VA法 就是價值分析 那既然前面的價值工程 價值一樣 那前面也是V engineering 價值工程 所以你顧名思義 如果說你能夠 直接看這個字眼的話 假設你意義我們不懂 那分析就是怎麼樣 就把它拆開來 分開來對不對 然後來解析 就把它拆開來 拆開成細項 可能要算一算 對不對 想一想 然後這個 算算每一個部分 第二個呢 所謂的工程 工程可能就 牽涉到製造的過程 製程 工程 好 那這只是簡單的分法 我們來看它的這個 真正的這個定義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他說價值分析有沒有 是指在維持一定的功能下 透過什麼 零組件的更換 透過零組件的更換 達到降低成本的目標 一整台電腦 對不對 那我一整台電腦組裝起來 大概是要多少成本 然後呢 我再從裡面一個一個去分析 對不對 硬碟佔多少錢 螢幕佔多少錢 鍵盤佔多少錢 然後我每樣每樣去挑 比如說鍵盤一個本來是100塊 那我就到市場上去挑 對不對 有人賣90塊80塊 那我就把它賣過來 就把這100塊換掉 那就降低成本 所以這叫價值的分析 從每一個部分零件的價值上 去找出什麼 同樣的品質 達到同樣的功能 那價格比較便宜的 當然你不能去買那種很便宜 但是什麼 鬥進去 第一個規格不合 第二個很快燒掉 對不對 規格不合的電壓不一樣 或者什麼大小 尺寸根本不一樣 根本兜不上去 這個不行 所以一定要維持同樣的功能 就可以run的意思 可以 電腦可以用 正常的使用的狀況之下 我們去分析它每一個零件 它的價值 然後慢慢去降低它 這個就叫做降低成本 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所以它有個目的 降低成本 第二個如果把這個觀念 應用到工程方面 就叫價值工程 工程就是整個製程 對不對 整個製造的過程當中 那你看 它說有個公式 所謂的價值就是功能 功能一樣對不對 分子功能一樣 當然這個沒辦法 用數字去算 那底下的成本 成本可以算 對不對 成本就是越低越好 它的價值就越高 對不對 所以降低成本的目的 是為了增加價值 價值分析的目的 要提高價值 那提高價值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降低成本 就是功能固定的情況之下 好 那底下有四種邏輯 四個邏輯的想法 對不對 你要把價值這個數字變高 對不對 你要把功能除以成本 對不對 這是很簡單的數學 對不對 也就是說 你要讓這個數字 價值變大的話 有幾種方法 它有幾個條件 一個是 一個是 把功能固定 成本 那成本當然是 越低越好 對不對 那如果成本給你的一樣 那怎麼辦呢 當然價值就要 那個功能就要 越強越好 對不對 所以它這裡 給你一個公式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數學公式 價值 價值 等於什麼 功能 除以成本 好 目的呢 價值分析的目的 就是要讓這個價值變大 對不對 這個價值要往上變大 第一個情況就是這個變大 這個要變小 就是這兩個方向 那裡面有提到四個有沒有 他說功能提高成本不變 功能提高成本不變 他說功能提高成本不變 當然這個變大 除下當然也是變大 對不對 功能不變成本降低 功能不變成本降低 也OK 這是第二種方法 是不是 第三種方法 功能提高成本降低 這最好對不對 就是這個 第三個就是這個 第四個是什麼 功能提高成本也提高 功能提高成本也提高 功能提高 功能要提很高 成本只能提普通高 這個意思 對不對 但是 它增加的比較多 它出下來還是變大 對不對 因為 但是 絕對沒有什麼功能降低的 沒有這回事 說我們的價值工程的目的 功能把它降低 一定是求進步 所以沒有 上面這個東西絕對不會朝下 下面這個部分有 可以朝上 成本可以要求 多花一點成本 來提高價值 比如說我這個 只增加10% 對不對 我功能可能增加30%的效率 那就可以 對 可以提高成本來 增加價值 增加功能 但是我不能說 我去降低功能 所以沒有降低功能 這回事 對不對 所以它考的比較有學位一點的話 很可能就是 考你這個東西 好吧 那我們今天大概 這說明確就到這裡 好不好 謝謝各位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喜老師 那今天呢 我們特別請張老師來幫我們安排 這一個小時的一個市交 那我們大概這個課程的安排大概是這樣 它有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基礎課程的部分 就是剛才 張老師大概就是 無論是選擇題啦 觀念題 甚至有計算題 都會混合在一起講 那不論你是考 遠級的考左級的 通通都上同樣的課程 基礎課程 第二個部分 就是體育庫的課程 如果考左級的話 我們另外會開選擇題的班 如果你是考遠級高遠級的 就另外開 遠級高遠級 就是非選擇題的班 所以用這樣的分法有個好處 因為呢 一般 你不要說 我選擇題 怎麼還要考計算以後 這是 選擇題 因為那是基本概念 你一定要有 而且呢 媒體 我們剛才講 媒體的選擇題 或選擇題 它也都會放在選擇題上 但是最後 我們會看你考的一個類科 開那個體育板 這樣有沒有清楚 那缺額的話 物料管理目前 首po缺額有四個 你如果要知道它分在哪裡 待會兒我們門市有 但是後來第二批的 第五百個缺額以及呢 正式公告到晃榜還會再正一po 就第三po 我們預期呢 最近就會公告了 再幾天就會公告了 那大概會有一千個缺額 那物料管理到底增加幾個 我們要等正式公告才知道 這是左級的部分 那其他的 我們外面是都有首po的切額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 看到底要報左級還是延級 甚至高延級 好 那有沒有問題 好 問一下就是 有什麼建議 是嗎 還有記錄左級 是這樣齁 你要看第一個是切額 對於鐵路特考來講 鐵路級很照顧員工 重點是你只要進去就好 你就算現在考左級 三年以後你可以升資考員級高員級 我想不太會有問題 因為他甚至考三分之一的機會 可是呢 如果說左級競爭得很厲害 延級高員級有一些切額 競爭得少 也許 所以現在應該是 習老師會建議你 當然延級高員級 他考試的科目多 又有升論題 你要看自己 那個習不習慣考升論題 像上次 我們有一個材料管理 他是考第二名 他之前考任何時候都落榜 尤其是考選擇體的 左級的初等的通通落榜 後來他就選擇高員級 換了錄取 所以 重點不是說 左級就一定比較好考 不一定 就看你個人 你的專長 然後 如果你專長是比較分散的 每一科都有一些概念 那考高員級 反而會比較有力 尤其 又適合做 升論題 計算題 那如果說 你選擇體比較拿手 那報 左級是OK 因為以後升資 其實還有很大的潛力 重點是要先考取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正式的接額 因為物料管理 比報名的人都不會很多 一向不會很多 但是喜老師意顧這一次會多一點 因為這一次切額會比較多吧 但是呢 還好 因為報名的人切額 因為就是說 一般的 所有同學很少會上過這種課 因此呢 競爭來講 應該會比 運輸營業 比其他的 事務管理要比較好考 那頂文 因為喜老師是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研究所的碩士 台灣大學 讀行所交通者的博士 那鐵路就是我們交通的很重要一部分 所以鐵路應該是頂文非常 成績非常好 像99年最熱門的榜首都是頂文同學 100年也是 像我們吊車的部分 你看第一名第二名 第七名 第十名 都是通通都頂文的同學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喔 我們同學錄取率會蠻高的 甚至像養錄工程 你如果只要考取校 是會建議你考養錄工程 我們99年是百分之百錄取 沒有人漏版 那氣連 因為切額比較少 差不多八成多 那間連 養錄工程又多了 我們一起至少會 九成以上的錄取率 但是呢 那個工作就 比較辛苦一點 那物料管理通常是不倫班 不加班 是正常班 因為它是總務的一個工作 算是做辦公室的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